大家好,我是小猪,在这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位于武汉的汉口 眼前大家所看到这条路 是湾安市市中心的一个主干道 解放大道 正前方斜对面是湾安市的武商广场 它也是湾安市非常高端的一个商场 在这个武商对面的话 是湾安市市中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公园 中山公园 我刚刚乘坐这个地铁 二号线是那个C出口 今天最主要带大家来看一下 湾安市最好的医院 协和医院目前的一个现状 什么样子的 这几天有很多外地的粉丝私庆 我说他们准备来武汉的协和医院 来这边来检查身体 来这边来看病 所以说让我拍一期这样的视频 我今天特意的过来拍一期这样的视频 大家跟着镜头一起走过去看一下 正前方这边是协和医院其中的一个门 目前这个门口是没有任何的一个排队的一个现象 我现在走进来了 现在进入这个医院 不需要查看你的健康码和你的核酸码 直接可以走进来了 这边是急诊 协和医院的急诊 旁边的话仅挨着是协和医院的门诊楼 正前方的话是协和医院那个大门 看到没有 大门上面有两匹马 栩栩如生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整个医院的一个情况 等一下再走到那个门诊里面 看门诊里面的人多不多 不过说实话 我今天过来这边感觉这个人不是很多 之前每次过来这边都是人山人海 但是今天过来这边人真的是很少 这也说明了我们大家的身体都是越来越好了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这个门诊门口的话 进出口也没有一个排队的现象 现在进去的话也是不用查看你的健康码核酸码了 直接可以走进去了 正前方协和医院的正大门 外科楼一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医院好像有两个外科楼 还有一个外科楼二 等下我们走过去看一下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 始建于1866年 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直属的综合性公立的医院 国家首批的三级家等医院 全国的百家医院 融合全国的五一劳动奖状 全国文明单位的荣誉称号 历史悠久 实力雄厚 医院前身是始建于1866年的汉口人际医院 朋友们看一下 责任如山 仁爱及事 邪称人和 看到没有 今天走这个医院里 不管走到哪个位置 人都特别的少 之前的话 我每次过来这个医院里 人都特别的多 我相信来过这个医院的朋友们 应该都是有印象的 但是今天过来这边人很少 真的是特别的好 不管怎么样 再好的医院 小猪也希望没有一个病人 这边看到没有 这个是外科楼移 好高的一栋楼 密密麻麻的窗户 1928年 签制限制联合办院 更名为汉口的协和医院 新中国成立之后 医院收归有国有 随着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 签制武汉 并与武汉大学的医学院合并 成为新组建的医学院校的教学医院 2000年 随着同济医科大学 组建华中科技大学 更名为华中科技大学 同济医学院的附属协和医院 刚刚从那边走 发现每个科室的门 都在正常打开着 现在进入每个科室 都不需要查看你的健康码和核酸码 算是如果有朋友们来检查身体的话 可以方勤大胆的过来 基本上所有的科室 都在正常的一个上班 我们可以看一下 前面的话是内科楼2 它也是一个教学楼 然后这个医院里面 不管说实话 从哪位置都有人 但是人不是很多 说明特别的好 教学楼内科楼2 因为每年去全国各地 很多上大学学医的一些学生 都会来到这边来进修学习 这个内科楼也是一个教学楼 说实话 这个武汉的协和医院特别的好 这个旁边这个漏标特别的多 所以说有很多外地的朋友来这边的话 找的话也是比较好找的 因为到处路口都有这个漏标 非常的清晰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是内科楼1 这旁边的话 这边是一个保健楼 正前方是医学楼 我现在站在这个外科楼2的门口 看到没有 这边是外科楼2 是这两年刚刚建好的一个外科楼 特别高的一栋楼 也是密密麻麻的窗户 据说这栋楼建好之后 同时可以容纳3000人的一个病床 非常大的一个外科楼 正前方是协和医院的一个食堂部 所以说来这边检查身体看病 可以在这边纠缠 非常的方便 弘扬人道 现身医学 服务人类 哇塞 好壮观的标语啊 我现在准备去那个门人大楼里面 看一下门人大楼里面 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人多不多 我们大家跟他镜头一起过去看一下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走进来了 看到没有 这个门人大楼正门口 没有任何的一个保安职守的 直接可以走进来 不需要建发码和这个和尚 这边是坐在这边等着 拿药的 这边就是协和院的一楼的一个情况 这一楼里面人还是有 但是都是没有之前人多了 说明的话 我们现在身体越来越好了 我现在上到二楼了 正前方是骨科啊 朋友们看一下 现在在这边看病非常的方便啊 在这个自助机上面挂号啊 交费啊 特别的好 这边的话是一个检查课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检查课这边的话 检验课 这边的话也有几个人在这边等 这边是儿科 每一层的话都有这个自助机啊 在上面挂号交费啊 非常的方便 我现在来到这个三楼啊 正前方的话是这个妇产科啊 哇塞 看到没有生小孩还是挺多的啊 这边也是自助机 然后这边看到没有 这边的话有几个人在这边等啊 每个人来医院里面都是自觉的 戴着口罩啊 非常的好 我现在来到这个四楼啊 四楼这边是一个生病科 朋友们看一下啊 医院特别的大啊 武汉的协和医院 它是整个华中地区以及武汉 也是一个比较有名比较好的一个医院啊 所以说每天呢 全国各地很多来这武汉协和医院来这边 检查试医院来这边看病了 因为这个医院好 它不光针对是湖北省 它是针对是全国的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一楼大厅啊 二楼三楼四楼还五楼六楼啊 看到没有 人的话是有一些人啊 有的人来了 人就有的人走了 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医院 说实话 有这点人的话真的不算多啊 真的是这样啊 因为之前我每次过来 这边可以说人挤人的 但是今天过来 真的人少了很多啊 像武汉的协和医院 说实话 这么好这么大的一个医院 它每天呢 请全国各地区来这边检查身体啊 人都是很多的啊 刚刚在里面逛了一圈啊 说实话啊 所有的科室都在正常的一个上班啊 然后的话 这个医院的话 也是特别的这个干净 特别的整洁 如果有朋友们检查身体的 来这边看病的啊 可以放心大胆的过来啊 好了 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实拍